欢迎回来日系日宗 您看过神鬼传奇吗 在这一系列的木乃伊冒险电影当中 埃及的首席大祭司印和田 被描述成一个跟法老的妃子偷情的大坏蛋 被处于勇士不得超生的旗行 博士上真的是要为他平反一下 他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超级天才之一 他除了拥有大祭司宰相等头衔之外 还是一位能够妙手回春的好医生 他还会占心观测气象 更厉害的是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建筑师 埃及的第一座接替金字塔 就是他的杰作 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第一座超高摩天楼 到今天还难以有人超越他的成就 法老卓瑟为了感谢他 就特别把印和田的名字 也一起刻在自己的雕像台座上 要跟他一起永垂不朽 形状恐怖 邪气逼人 电影中被封印的印和田突然复活 想要救活自己的爱人 戏院前1719年 古埃及王国最高祭司印和田 爱上了不该爱定女人 与法老王的侧史相恋 事迹半露后 被法老王泄体一事 处以圣甲重关急刑 活活被制成木乃伊 不过他立下毒咒 有朝一日灵魂被释放 将让爱人复活 电影中的印和田 差点拥有摧毁世界的神奇力量 在最后一刻用来唤醒的卷舟被烧毁 印和田终于永远消失 此后成为无法投胎的恶灵 电影中的印和田被描写成 西元前18王朝的人物 但历史中所记载的印和田 却是古埃及第三王朝 第二位法老 佐塞尔已重的大臣 地位超高 仅次于法老王 他也懂天文 对不对 他又懂很多的遗述 还有祭司这一部分的话 他也扮演很大的角色 他又是一个 我们叫他文官 他可以记录 他比如说天文发生什么事情 也可以记录一下敌王 他的英雄的死机 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 他又是一个 很像我们所谓的书记官 他不是普通人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人 国安级的法老王 被视为是神的化身 治理国家的大事 依赖祭司印和田 印和田是赫利奥波利斯 太阳神大祭司 是最高领袖的代理人 地位仅次于法老王 在古埃及中的祭司 拥有崇高的地位 也必须遵守许多绝对的戒律 当时的轰熟 鱼是一般农民 一般的渔民所出的 观众说 这是下层人民在出的 祭司身份特殊 所以他不能吃鱼 第二个 祭司不能穿像羊毛这样的衣服 因为他来自动物的身体 而祭司他地位崇高 他的身体跟神接近 所以也不能去穿动物 这些畜生 他身体 他的身体的皮跟毛 他不行 第三个 祭司有个特别的一个 除了是女性以外 男性必须要行割礼 在国王旁边的 那一位地位很崇高的 仅是国王的祭司 他理着光头 身体光溜溜的 跟人手毛脚毛都没有 而且人眉毛也没有 可见好莱坞 在拍摄这一段的时候 他是有考虑的 宁和田不但是祭司 还是一名医师 身兼法老御医 他所治疗过的疾病 超过200种 包括治疗腹腔 膀胱 直肠疾病 皮肤病 和眼疾 甚至连指甲及舌头的病痛 都能治愈 后人将宁和田所留下的文献 完成一本医学论文集 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部医学著作 被奉埃及医学的殿奇人 成为医学之神 宁和田的相 在这个城门的外边 那里面比较有趣的话 他的旁边 有就是说 手续用的刀 全部是所有的器材 就在这个 他的这个 像的旁边 你这个你就可以告诉他 就是说 你大概可以想到 他可能是医师 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他显然是对解剖 是很熟的 身为医师 印和田成立了历史上 第一所的医学院 比希腊的医学之父 西坡克拉底 还早上2000年 当埃及文化传播到欧洲 希腊人接受印和田的医学知识 将他奉为医学之神 印和田不但是一位 伟大的医师 还是一位无可取代的建筑师 因为他把佐塞尔法老的一场梦 变成具体的天梯金字塔 这个罗瑟国王 他有一天 他梦见一个梦 他梦见 他呢 左向的天国 他的梦境里面 他在云端里面走路 而且阶梯式的 左向的天国 那这位罗瑟国王 可是他醒来以后 他就问印和田 当时印和田是什么身份呢 他是大祭司的身份 那个他就问印和田说 我梦见这个梦 你能不能够帮我建筑了一个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必须要有阶梯 它可以让我通往天堂 印和田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师 受到父亲影响 拥有建筑设计的天分 他把法老梦里 延伸到天上的坟墓 变成阶梯金字塔 堪称是金字塔的最初设计者 影响后来埃及金字塔的建筑 可见他智慧过人 学世渊博 他曾经担任过相当于宰相的 大为齐尔官职 还做过大法官 农业大臣 最特别的是印和田出身平民 受到法老的破格重用 埃及的所有的人像立科 人像立科里面 完全都没有拿东西 那么只有吉小区之后 他可能是手握的一本书 这样子 可是只有印和田 他的雕刻品 是张开的一本书 不管任何一个民族要打开一张纸草 要书写之前 都要滴上两三滴水 代表眼泪 代表对他适事的纪念 所以你可见的印和田这个人 他在环地中海文化区里面 他的影响有多大 印和田意思是让冥界满足的人 他在整个法老时代就已经受到崇拜 此后被尊为神 名号刻在佐塞尔法老雕像的基座上 一直到印和田此后 2000年间被逐渐神化 当成神来崇拜 这令后世感到神秘的是 他的祭司身份 在许多古埃及的秘密仪式中 扮演极重要的监督角色 就是帮他的主人 就是他的那个国王 法老国王 盖金字塔主持仪式的那个人 所以秘密仪式 指的就是盖金字塔的这个仪式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 那个当年那个法老 基地金字塔的那个国王 第三王朝的那位法老 他的名字叫做Joyster Joyster他当年在盖金字塔的时候 就是由这一个叫做Immote 这个人来帮他盖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哪里 看到Immote的名字呢 那在基地金字塔 他出土一座雕像 就是那一个法老雕像 这个法老的雕像的台座上面 就刻了Immote的名字 所以我们现在才知道 有Immote这个人的存在 古埃及祭司分为神域祭司 殡葬祭司 专门服务贵族的特殊职务祭司 和服务一般平民的 非特殊职业祭司 银河帝人身为祭司 不但要为法老传递神域 主持祭典 还要负责贵族死后的葬礼仪式 古埃及帝王死后 会有一本放在陵墓和史观 提供死者阅读的书 内容多时对于神的歌颂 和对于魔的咒语 被视为是死者通往永生之路 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复活 那复活之后 他们的复活 需要走过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再经过如何的审判 然后如何从阴间 在复活之后走回阳间 所以我们可以说 死亡之书原则上就是 有点像是向导书 指引死者如何从死亡之地 复活之后回到阳间的 这样的一个指引书 所以 所以 我的天啊 它是存在的 《死亡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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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金字塔和古代陵墓中 被发掷出来 里头包含一些用来帮助死者 在来世渡过难关 得到永生的咒语 不只是咒语 还可能刻在棺木上 以图像方式来出现 一个人呢 他经过了千辛万苦之后呢 那么到达了一个审判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叫做真理之厅 那么首先呢 他要先发誓 他没有犯过人世间的 42种罪恶 所以在《死亡之书》里面呢 他会在图包上面会呈现说 有42个小人 这个木乃宜的心跟肾 是留在体内的 因为心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呢 必须要交出来 放在天秤上面去平衡它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像白鲁斯一样的 的人呢拿着类似 好像判官生死簿一样 在记录他这一生的功德 那么另外呢 会有一个阿努比斯 在调整他的心的位置 那么这个天秤呢 一边呢是放心 另外一边呢是放 代表公理正义的羽毛 好 两个去平衡 那如果说他的心下垂的话呢 表示他是个坏人 那么就会有一个恶魔呢 把他咬到无间地狱里面 去永远的受苦 如果他的天秤呢 是平衡完全不动的话呢 那就表示他是个好人 那我们让我们不带到死的 那我们不带到死的 他会杀了所有人 把这些拨打开 把他们的肌肉和脂肪 死亡之书中最著名的一段咒语 描述的是人死后在阴间之神 欧西里斯之前接受审判 必须谨慎地否认一切可能犯的罪性 并且正确地说出阴间的 42位判官神的名字 便可以无罪进入永生之境 死亡之书的另一段咒语 描述的是死后世界 还有如何回到人世间 那这个神是谁呢 这个神是东边地平线的曙光之神 他其实相对于 那么太阳从西边下去的时候 的那一个最后在人世间的那一道阳光 古埃及发音叫做 代表死亡的开始 那么 代表死亡的结束 所以这个人呢 在朝拜拉赫拉提加 那就表示说 希望这个双方面 从死亡开始到死亡的结束 都能够受到神的庇佑 死亡之书的咒语 通常写在植草上 这种草纸是生产在 尼罗河出海口的一种植物 以它的纤维交错 制作出一种特殊的植草材质 在祭司读诵咒语之后 植草随着死者一起放入棺木 死亡之书也可以用图画方式来呈现 看到代表永生的魔法之神 带领死者超脱生死 爱奇斯这个神呢 那么保佑他在天堂的时候 不会被病名所侵扰 永远的生活 永远的健康生活在天堂里面 死者之书透露出古埃及社会 普世规范与道德标准 成为人类遗留下来 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 保存丰富的古埃及神话 与命剑歌谣 有人认为死亡之书 可能由印和田参与写作的影子 而他的故事 历经近五千年而不衰 故事继续流产 切切实实反映出古埃及人 所重视的永生与存在的概念 古埃及人相信死者终究会复活 所以也准备了满满的陪葬品 要陪着他们走一程 更希望有一天他们回来的时候 能够用得上 我们休息一下 就来看看他们的陪葬品文化 我们下期再见